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我省税务部门大力拓展非接触式半税范围和服务方式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半税服务大厅 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派送到企业的一批发票进行仔细核对 这是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 沈阳市税务局推出的税益游服务 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领到发票 企业通过晚上半税服务厅提交申请 然后我们就可以审批之后 通过免费邮寄直接发到企业家 第二天就可以收到 按照涉税市线上办 非必须不窗口的原则 省税务部门全方位畅通电子税务局 手机APP自助半税终端等线上渠道 同时将总局发布的185个 网上办涉税事项清单扩展为207项 确保全省半税服务厅疫情防控和涉税费受理两不误 目前我省网上办理涉税业务量高达95.4% 比去年提升8个百分点 全省共计部设自助半税设备1162台 通过非接触式半税模式 开具税收完税凭证占比98.4% 有效保障了疫情期间各项涉税业务的安全顺畅 快捷办理 全面推行奢税事项网上办自助办 畅通网上纳税服务渠道 做好自助半税设备和半税服务厅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纳税人缴费人半税缴费的安全便捷高效 本台报道 1月13号 丹东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选举 于兵为丹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日前 沈阳市出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实时细则 根据实时细则 在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为2020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免费提供职业介绍服务实现就业 并签订一年含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或劳务协议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可享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在注册地 所在县市区人设部门备案 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贫困劳动力 并签订一年含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或劳务协议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享受一次性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贫困劳动力实现有组织劳务输出到 户籍所在县市区以外 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 给予贫困劳动力每人1000元的 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本台报道 再来